哈喽大家好,我是秋迪 使了自己离开火箭队的传闻 周琪是在2016年选修大会上 以次轮第43顺位被火箭队选中 随后在17年夏天 与火箭签下一份四年557万美元的合同 正式加盟NBA 这也是近三年来唯一一个 在NBA签下非双向合同的亚洲球员 然而这份四年的新秀合同 只有一年是完全保障的 之后的每一年都需要在相应的时间节点 来确认合同是否继续 如果火箭队在下一个月的时候 没有裁掉周琪的话 那么周琪的合同将转为完全保障 所以火箭此举也是为了更加优化 球队的薪金结构 据估计,裁掉周琪将至少为火箭队 省掉87万美元的薪水 以及153万美元的奢侈税 央视记者随后联系到了周琪本人 采访了他自己对整件事情的看法 我这边是下午接到通知 然后怎么说呢 我也很理解火箭队目前的状况 对于成绩的这种 迫切的追求 然后我也很感谢火箭 对我的培养 因为两个赛季不到 大家都看到了 在火箭这段时间里边 我确实收获了很多 然后呢 身体上 心理上的成长 也是 也很显而易见吧 我也 感谢这种成长 让我在压运会上发挥 作用 和主打队的小伙伴们一起 夺得这个冠军 其实上市还好 上市现在已经 基本上痊愈了 接下来打算 现在我也和我的经纪人在不停的沟通 然后在 对我有兴趣的球队的一些接触吧 包括我个人和经纪人这方面 我们都会 因为我正好的一个发展去考虑吧 首先还是感谢支持我的朋友们吧 然后包括球迷们 你们才有的真机 休斯顿对我来说是一个 美好的旅程吧 不会说 因为 这个事情 会对我造成 特别大的影响吧 更重要的是 明年在中国的世界杯吧 我家 我会继续努力 为国家 做出我自己的一份力量吧 在 加门头 打好比赛 然后 用正努力和记忆的表达 我先来回报大家 正如视频里面提到的 周琦刚刚更换了自己的美方经纪人 周琦此前合作的美方经纪公司是八方环球 旗下有NBA球星 库里和字母哥 与之合作的NBA球员多达26位 考虑到公司旗下球员众多 八方环球这三年对周琦也是疏于关照 重视程度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周琦因此选择换到了一家相对较小的经纪公司 由美国经纪人杰林·奥康纳负责 这位经纪人此前就和中国球员有合作的经历 意见连两年前和洛杉矶湖人队的那份合同 就是由他签下的 丁雁宇航这两年来冲击NBA 也都是由他来打理一切美方事务 周琦选择捷林·奥康纳 透露出的信息十分简单 就是他希望这位中国通经纪人 可以通过对中国球员的了解和重视 为自己积极地和球队争取上场时间 可以看出 周琦留在NBA的决心和信心一直都十分坚定 仍然想要在NBA争取比赛机会 提高水平 至于金钱方面的事情 他并不是十分看重 现在距离周琦被踩已经超过48小时 由于在此期间 并没有NBA球队认领周琦 周琦现在已经成为一名完全自由球员 未来仍然不说迷离 在秋迪个人看来 周琦会大概率与另一支NBA球队 签下一份非保障性的双向合同 但生存环境会比之前更加恶劣 首先NBA赛季已经过去三分之一 各支球队的人员和结构已经趋于成熟 由于周琦目前还不具备很强的季战力 加盟那些是在季后赛的球队 希望十分渺茫 即使加盟 出场时间也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但如果选择那些摆烂的坦克大队 本身球队的内部竞争就十分激烈 对于周琦这样一个偏蓝领的团队球员来说 想打出点成绩简直难上加难 就目前看来 即使签下一份新的合同 周琦绝大部分时间还是要在G League度过 继续打磨自己 时刻等待机会 目前为止 关于周琦的新闻大概就这么多了 秋迪也非常好奇 大家对周琦的未来是怎么看的 是回国加盟CBA呢 还是继续在NBA漂泊 不管怎样 作为如今亚洲最好的大个子 我还是会一如既往地更新周期的视频提醒 为他加油 这里是小编秋迪 我们下期再见 1.0.2.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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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1.0.3.1.0.3.0.1.0.3.0.3.0.3.0.4.